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大陆48小时要做一次核酸 我也进出 有入境有出境 我知道那种要隔离 要怎么样是怎么样的状况 各个城市的隔离 我也经历过 我觉得我可以说实话 第一件事情 大陆从2020年1月到现在 将近三年来 防疫的成功 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 这样的成就 我们要先把它摆出来 这个事实不容抹杀 疫情是一个非常麻烦 复杂困扰的事情 美国到现在死了109万人 那你会说那是以前 病毒株比较毒啊 可是台湾现在到今天为止 死了1万5千人 不是只有老年人哦 老人跟小孩哦 又年轻人有基础病的 这1万5千人 百分之90以上 都是今年4月以 都是奥密克戎 那你不是说奥密克戎不会死亡吗 他就台湾就明明白白就死了这么多人 为什么 因为奥密克戎 他致死率很低 但他扩散性 传染性 太强了 所以死亡率再低 但是你激素太大 你就死这么多人 你医疗就挤兑 台湾跟大陆 同文同种 大家血脉相连 都是中国人 我们的DNA就是一模一样 那固然是现在放开了 没有大陆这么严格 但是也不是完全躺平 台湾死了1万5千人 大陆的人口是台湾的60倍 而大陆的很多地方 医疗水准是没有台湾好的 一旦放开 会怎么办 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这两件事情先拿出来 很多人现在 我不知道是被别人带节奏 还是自己就是带节奏的 有很多工知啊 现在的鼓动去上街 讲了很多没有良心的话 我必须要说是没有良心的话 死空的事情是事实吗 做人家的刀子 在那边自以为正义 这一个鬼啊 你知道事实吗 我们要很清楚啊 美国对全世界各个国家 发动颜色革命 这不是幻想 这是事实 他时时刻刻在做 而疫情是他用来对中国发动攻击的一个重要抓手 因为长达三年的疫情 确实已经成为方方面面巨大的压力 防疫封控本来就违反人心 你看病也是违反人心 那防疫封控的压力全世界都是 让中国不但要在完全没有准备下面对全新的病毒 而且这个病毒是致死率很高的病毒 那刚开始你怎么会知道这是个全新的病毒 立刻就要接受来自美国台独的无休无止的污名化妖名化 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办 幸好第一波立刻武汉封城 能管救了多少人 但是也付出很大的代价 但是我们看啊 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新冠是实验室制造人工合成 甚至是美国实验室 美国越来越逃掉 而俄国又声称他发现 美国已经可能已经制造了 致死率高达80%的冠状病毒 所以大家要先讲清楚 我们在讲的生化战不是未来 是过去已经发生过 现在仍然进行中 我们在日本侵华的时候 日本对中国是发动过生化战的 大陆之后的清零政策 成功的阻断了病毒 成功的捍卫了整个中国 成功的挽救了几百万条人民 这个事实要不要承认 那中国人很辛苦 世界各国一样不好过 各国选择躺平 那就是中国成功抗议 又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这怎么办 另外管制的矛盾 因为各世界各地都躺平 中国需要跟外界往来 又有各种很难 很难兼蔽亲野的陆地边界 路径管制 本来是14加7 后来就很多很多人 就要放宽放宽放宽 就一直缩短 变成7加4 7加3 然后现在变成5加3 那么这个5加3够不够 可能不够 但是这样的缩短 也是因应病毒的状况 也同时是因应外界 要往来的一种妥协 但现在就矛盾了 因为从外地入境大陆 管制只要5加3天 但是新疆乌鲁木齐 竟然封控 一个城市封控了百来天 那一个城市长期封控 当然是不得已 可是居民在经济上 生活上跟心理压力 恐怕已经是超过 可以忍受的一个极限 那对于政府 后勤补给 管控 那也是高压测试 那要注意 搞颜色革命的 渗透的力量 就来了 他当然要抓住你制造矛盾 另外死亡人数 奥密克隆的特性是死亡率很低 但是扩散性极强 很多人要喊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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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很多人说 哎呀就是跟感冒一样 跟感冒不一样 因为他绝大多数是轻症啊 无症状啊 可能类似感冒 类似流感 但他的传 他的传染性 比流感强太多 所以如果流感 你不用管制啊 有时在管制流感 流感戴个口罩就好了 但流感可能一年死100人 奥密克隆可能一年死1万人 你怎么办 美国现在每一天死亡 一两千人 现在哦 奥密克隆哦 一两千人哦 台湾今年4月到现在的疫情 新冠的死亡已经 一万五千人 往年台湾每年的流感 夏季流感 冬季流感 一年死亡多少人 几百个人 两三百人 现在是一万五千人 而到现在台湾每一天 都有新冠死亡 民进党最统计的几十个人 每天每天每天 不间断 要求要立刻放开的人 你觉得自己是正义吗 你想过大陆可以承受吗 大陆的人口是台湾的60倍 医疗条件比不上台湾 你觉得可以承受吗 你讲的话负责吗 那到时候如果每一天几千人 美国一天死亡一两千人 大陆如果一天死亡四五千人 谁可以忍受 谁可以承受 而且台湾也不是没有管制 台湾管制是逐步 也是逐步逐步放开 到现在 台湾也还没有类似 也还没有像美国那样完全躺平 还是有一个低限度的管制 我就想请问一下 大陆 整个大陆每一天 有四千人五千人死亡 新冠死亡 大陆可不可以接受 是不是那样子 经济不会受影响吗 那样子你会让你的小孩子出去上学吗 所以你一旦要放开 你要做好配套设施 你也不要攻击风控 不要攻击动态清零 动态清零救了中国人的命啊 一旦放开医疗挤兑 药品被抢够一空 大家做好准备没有 没有的话 是在讲 是在干嘛 我觉得很多人的肤浅 愚蠢 其实是超乎想象的 第三 我来讲一讲 层层管制 防疫 全世界公共卫生 讲防疫 防疫本身就是一种管制 管制本来就违反人性 再加上疫情已经三年了 长期的压力 本来就挑战人类承受的极限 全世界都这样 即使是知道说 风控是不得不的保护老百姓的措施 对 但是一旦生活工作 都受了影响 一旦自由受到影响 这是实实在的痛苦 这老百姓一定会抱怨 也不怕抱怨 也可以抱怨 那这样子的长期压抑在各国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我要说 即使知道 这个防疫是为了保护我们 是为了保护人民 但是抗拒啊 抱怨 因为很麻烦嘛 所以抗拒跟抱怨是人性 很正常 所以在行政管理上 你除了要依法行政 也要面对人性的挑战 你要更加的人性化 中央已经严厉 三针五令不可以层层加码 但是各地方却时不时发生层层加码 规定是这样 我再叠在两个规定三个 规定室的规定室的规定 室的规定室的规定 或者是各个地方小区在执行防疫的时候 有扭曲或不合人性 我必须说台湾也会这样子 因为执行防疫的是人嘛 人就可能会有犯错的空间 就可能会犯错 那执行的人也是人 被执行的人也是人 但它有一个跟一般的状况不一样的是 因为严防疫情各个地方防疫人力 风控这些临时出现大量的要求的人力 这些人力哪里来的 因为平常的公务体系 公务员有个体系 可是防疫是突然的发生的 所以他们这些人力 它不是正常的公务体系 它是临时抽调 临时搞来的各种各样的人 那以前小区的物业哪有那么大的一个权力 现在小区的物业变成权力很大 那它本来就不适合执行公权力 那你这个防疫体系是临时的 可是要执行的事情 是跟人民最贴近的 也是最严格的各种手段 那怎么办呢 就汉格啦 你是不是很多时候 你原来的法律规定 法律不知道有这么大的疫情 那这种应急的一个体系 就制造了太多可能会发生冲突的各种冲突点 而且这种应急的体系 是不可能持久的 就临时 你说救火救灾是临时的 你让救护车 消防车可以闯红灯 可是你不能够一天24小时 随时每一部车都变成消防车 对不对 所以要回归到正轨 但是疫情什么时候到头啊 我想可能要扩散性跟死亡率 要到什么转折点 才会大家会觉得安心 觉得这种情况下 病毒对我们人民 对我们国家 不会造成很大的损害 所以这个病毒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是泪流感的状况 要到那个时候 才有可能生活回归正常 在那个之前 以现在的状况 现在放开了 你就是台湾的结果 你就是美国的结果 就要死亡几百人 每天死亡几千人 所以这个要思考 放开以后怎么样 那很多人 哦又会喊 放开放开放开 等到正在放开以后 他立刻开始骂你 我们在台湾也遇到很多 老百姓说要放开放开放开 放开以后 老百姓又开始骂你 一样了 所以要想清楚 新疆大火造成食人罹难 而在疫情之下 新疆的大火就变成一个宣泄情绪的破口 各种匪备所思的谣言 在外网 太多太多 制造了很多很多的愤恨 那很多视频都可能是假的 甚至有人在公开征求这种音频的制造 但是他利用的是什么呢 是利用上达百天的疯狂 利用很多信息不透明 谣言 我要颠覆的我就来了 那媒体呢 媒体在这些事情上 都没有快速有效的提供大量的完整的资讯 也没有给予公开讨论的一个平台 那这样子 当然就让谣言很轻易的扩散 就很容易制造愤怒 对不对 另外河南富士康疫情的事情 从头到尾 坦白讲我也没有得到足够多的资讯 河南呢 富士康把几百个人半夜凌晨 警车开到丢到江苏的徐州 那这几百个人可能是密接者 但他违反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程序 那整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很多媒体也都没有给我们足够的资讯 那这样子的一种状况就制造了更多的恐惧跟民怨 新疆大伙使人罹难 我就说死亡是四人啊 大门没有锁 就说锁了 怎么样 我要提醒啊 颜色革命颠覆者的手已经伸进去了 而颜色革命美国在搞 数十年来他的手法我们看过太多太多 在香港在台湾 在中东 在东欧 都看过太多了 所以 这个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 美国利用中国疫情 已经出手了 奥密克戎是南韩的对手 但是人心 是我们要牢牢掌握的 我们要面对的 要怎么样掌握人心 只有诚实 诚心 才能够平民心 才能够掌握人心 掌握事实 掌握细节 诚实面对 这个才是面对谣言 面对恶意最好的方法 造一个谣 我比谣言跑更快 然后严惩造谣者 为人民服务 你就没有自己的面子问题 即使是有点难堪 即使是数字不漂亮 没关系 勇敢揭露自己的不足 要让事实跑得比谣言快 你才有办法 让谣言跟恶意退散 你要有能力跟渗透者对冲 要能够勇于跟渗透者斗争 我们要怎么对付奥密克戎 大陆现在对付新冠奥密克戎 就是核酸 风控 疫苗 这三宝 我们先讲疫苗 全世界所有的疫苗都证明了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预防病毒 实验数的数字跟实际上的数字 完全不大大 不然美国都打了疫苗 为什么每天还是在感染 还是在死亡 那风控财政 人民的生活 都为了做核酸 做风控付出巨大代价 那风控对经济 对生活 对人民的影响更大 所以我们要找到 面对这个奥密克戎 我们要找到核酸疫苗 风控以外的方法 我们要开创 我还是要回头来讲 中医中药是我们的珍宝 它在预防跟治疗新冠 已经被证实了功效宏大 从SARS到新冠都被证实了 可是它就一直被边缘化 拿不到话语权 这我跟你讲 因为中医中药 要面对的是 整个医疗产业 几万亿人民币的 就现在跟未来 巨大的市场 那中医中药 它有效 它又非常经济 CP值非常高 又能够真正有效的预防 已经有足够的 不要跟我讲 说没有研究报告 已经有研究报告 证实了 中医中药 是对于病毒 对于Omicron 一个很大的防护 所以不要被 西医体系捆绑 不要被西医体系捆绑 西医就是这样子 没有效 它就告诉你 我解释你 我不知 我无效 我没办法 但是我还要更多精费 我继续研究 给中医机会 如果证实了中医 中药可以降低 扩散性 更大幅的降低死亡性 甚至可以预防 那我们不就可以 利用中医中药 把Omicron给流感化了吗 就变成流感了 如果找到一个封闭性的地点 用中医中药的手段 来预防 一方面就放宽 放控 我们来做个实验 然后万一扬了 用中医中药来治疗 来看是不是 做这个实验 看是不是可以有效 是不是可以大幅降低 可不可以把Omicron 给流感化 我们就 他不肯流感化 我们逼他流感化 用中医跟中药 而且还可以阻止 新冠的后遗症 就所谓的常新冠 可不可以做这个实验 如果可以的话 就可以在万全准备之下 我们可以放开 可不可以组织一个这样的实验 我愿意立刻报名 参与这样的中医实验 中国要加油 美国对中国没有松手 很多人 不是每个人 但是很多人 已经就是美国的走狗 没有梭理 没有事实 听信谣言 没有逻辑 就想干嘛 中国挽救几百万条人命 不应该被肯定吗 太可恶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